好,我们今天要做的是这个手风披萨 那手风披萨呢,这个皮的部分呢 其实你要做薄片或厚片就是用自己去利用 那你要薄片的话,你的面团量可以少一点 然后赶开,立刻放完料就立刻进去烤 学员们在课堂上专注聆听老师讲解披萨的制作过程 接着跟着步骤进行操作 有的负责切菜备料,有的负责搅拌面团 最后一片片料多味美的披萨就完成了 松山区公所再度与台北市豫达高级中学洗手合作 在学校专业餐饮教室举办烹饪课 课程规划中餐与烘焙两部分 其中烘焙点心由李静怡老师规划 制作披萨蛋黄酥双味司康和咖啡蛋糕卷等 学员们如同魔法师般变出一道道美味的点心料理 都觉得相当有成就感 大家好,我们是新一鸣的一鸣姐妹 欢迎大家报名的课程 松山区公说 谢谢老师 也特别谢谢郁达的所有的工作伙伴 帮大家上了一个这么棒的课程 这个课程棒棒 我一来的时候就闻到好香的味道 我想这个松山这几年都跟这个郁达 开设了各式各样的新一鸣的课程 都非常的受到大家的喜爱 那也希望之后呢 如果遇到这边有任何的课程呢 也欢迎大家脚后倒下 互相的通报 那我们都可以在这边一起学习成长 谢谢大家 结业典礼中 区长游竹萍除了对学员们的精巧厨艺 以及热忱的学习精神给予高度的肯定 也期盼透过课程增进新一鸣朋友的互相合作 帮助他们融入台湾社会 并鼓励新一鸣朋友们参加政府开办的各种活动与课程 促进文化交流 中赛区新一鸣 遇到我们方在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我们的课程中